昨天下午4点多 然后电断了 今天一早就来修那个电线 排查到现在 把该锯的树杂锯掉 然后该修补的线去修掉 终于电池弄上来 这么一会儿都已经喝了四杯 四瓶功能性饮料了 然后腿上全都是蚊子留下的痕迹 现在要继续去干活了 今天开始陆续带一些生活用品 就是蚊杖之类的 上来了 终于上来了 干活 吃点饭吧 所以现在才试一试 已经三天没有跟进视频 因为我还回去太累了 昨天晚上回去剪视频 剪着剪着 剪睡着了 所以又没有更新 今天要把它剪掉更新一下 这两天干活 汗水就是这样的 稍微停一下 汗水就是热 一滴一滴的在手臂上 一旦冻起来干起活来 那个汗水就粘成线 现在每天晚上回去 最不想的就是电梯里面有其他人 因为会被人嫌弃的 是要走着看臭味 首先进一步 我们也把这个鸡吃饭的家伙 这个石盆 我们把它伸起 就用这个玩意 但是要命啊 这完全不符合人体工程学设计 照这样子 要想玩得舒适 干这个活干得舒适的话 我看了 人得有两米二 才会可以 我这种一米七就不行了 我尽力了 只能高这么高了 我现在双手都在抖 好 好 一旦把胳膊觉得不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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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